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程式漫谈》 我是117 我是邱昌 我是赛车 星宾乐 今天我们三个人跟大家一起来聊 刚刚过去的匈牙利大奖赛 季中下修前最后一场 那我们在这场比赛里头看到了 什么样的精彩的比赛呢 首当其中那肯定是法拉利 为什么要给了赫莱尔放上硬胎 就怎么说呢 就感觉法拉利已经变成烂梗了 就是之前村长也在吐槽 就是说我每次都在写这些东西 什么战术不好车手失误 然后车辆的稳定性不行 然后就每次都是这些东西 感觉没有任何的创新的点 我在想要不咱们今天就这个 快速的减短的也不叫太减短 那反正我们来聊一聊 为什么法拉利要给了赫莱尔上白胎 应该就是他盯着维萨潘 盯着红牛的这个换胎 然后换胎那个节点只能换白胎 忽视了白胎本身就是温度的问题 就是说他可能这个是主导了 然后他就没有考虑其他因素 然后赛道温度也在这个 他换的这个过程中 总共降了5度左右 这也是估计他是完全这个策略组 没有想到的 还有一点就是白胎在前7圈 其实表现的中规中矩 但是随着这个温度下降这个5度 他一下就不行了 他有一个窗口直接维持不住了 就叫冷失控了 我觉得这样 我总感觉他这个白胎换的吧 你要是别人都没有白胎 他们在练习赛走 我觉得法拉里他们没有用任何的白胎 来去跑这个长距离的测试 但是我们在赛场上看见了 看见了马克努森在第六圈换上了白胎 然后看见了舒马赫周冠宇 阿隆索奥康奥平这两个人 其实他们俩都换了白胎 法拉里他们工程师 其实是应该有一定的参考数据的 但是反正上我感觉有点摸不着头脑 邱老师怎么想 我觉得他们没有完全照顾自己的策略 因为他们用中型台起跑 我觉得他们首选应该是两套中型台 加一套软胎的 这两套中型台前两 尤其是第二套中型台 勒克莱爱跑的圈出是非常好的 他第一个steam跑了21圈 但第二个steam只跑了18圈 就回去换胎了 他们就想要把这个位置给卡住 但实际上我觉得你如果说 按照自己原先自己的这个策略 就是最后要跑软胎的话 你可以不用去管位撒胎 尽管的话 那这周感觉上他软胎 确实感觉速度可能不太够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他自己 感觉没有太多的信心 他在排位赛当中用软胎跑的 其实相当挣扎的 所以他们就当时想 我先要把这个位置卡住 但是就不管这个轮胎到底怎么样了 先把位置占住再说 但实际上换上那一套轮胎 人家就等于直接交枪了 你甚至还比你直接当时换软胎 然后之后再换一套软胎 可能还要更糟糕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想的太简单了 我觉得 对就是我们看他这个 从39圈跑到54圈的 这这么短短的这个白胎 然后结果是被维萨班真是天秀 我超过去一次 你说不行我自己转一圈 然后再超你一次 就确实是速度不行 而且刚才秀老师也说了 勒克达尔这一场里头 其实他在排位里头的速度 确实是稍微差点意思 我们感觉在班中有好多好多的修正 然后最后绝对的速度也是 一是没有比过队友三思二十的话 让他再是让我们惊喜的 让他就莫名其妙 怎么他没有一个段是子 然后居然拿到那个甘位 就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操作 那我就感觉勒克达尔 当时我们在直播的时候 在看就是说 这么凉的气温对吧 当时赛道才多少度 二十多度反正非常凉 然后换上了白胎 然后就身上相当于勒克达尔 就是简直是毫无抄价之力 针对后面的这些 然后我们最后看到的 哈密尔顿他是黄黄红 这是到最后我们这个回看的时候 发现这是一套很好的战术 就相当于我感觉 哈密尔顿他是从19圈 跑到了51圈 这么长的第二段的这个黄胎 是不是也跟他这段时间没什么人斗 对吧 你看勒克莱尔他好像 一直在跟后面的没奔啊 然后这个别人在那斗来斗去的 所以说没有办法专心的保胎 不像哈密尔顿这样 斗确实会有巨大轮胎消耗 塞恩斯其实第二段也是开了30圈的黄胎 其实法拉利其实是有这个准备的 但是我觉得 比如勒克莱尔在第一stint 19圈就进去了 就注定了他可能就一开始就回避了这个策略 30圈其实看的还行 那个34的那圈缩 就是也是啊 就毕竟这个他前两段都是黄的话 这个时候 这个要不就是换软胎 要不就是换硬胎 那当时可能换软胎还是有点早 但是他我当时看好像看勒克莱尔这个圈组其实还可以啊 为什么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说问为什么 其实不一定有答案啊 但就是我们一直在好奇就是 法拉利这边的策略组真的是一次又一次让我们失望 而且就是已经是变成了一个稳定的稳定的话题点啊 所以说以至于我觉得 咱们其实是不是聊的差不多了 就是一个很很怎么说呢 就是慌张慌乱的一个战术 然后导致了让勒克莱尔就是又是一次让维斯塔班 从第10位起跑拿到了第一 然后继续的把这个积分榜给查举给拉开来 那咱们说完了勒克莱尔和法拉利这边这个战术 咱们要不要来提一下艾奥拼也是这个周末不只是两个人窝里斗以及艾奥拼一位车手的未来的去向 那我们就说艾奥拼吧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点 精彩吗你们觉得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斗的 行了 莫名其妙有点啊 稍微有一点 他们俩其实就是主要 主要那个头哥被那个奥康挡住 李卡多把俩儿偷过去 这个确实是个笑点 我感觉大牙都笑掉了大牙 你没有大牙了对吗 修尔觉得这个这两个人他们 比如说假如他们俩不斗的话 他们就是我们假设一下啊 奥康跟阿隆索这两位车手是有很友好的相处在一起 他们会以一个什么样的策略来去来去跑这个比赛呢 比如说起跑的时候跟汉米尔顿 然后包括中间的时候跟这个李卡多 他俩是用这个中心台起跑的 如果说奥康不会专注去防自己的队友阿隆索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有机会能够在开季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把汉米尔顿挡在后面 因为他们两个人能形成一个DIS 能相当于来在一个DIS火车里面能够去防守后面的汉米尔顿 不会那么容易的就过去 所以我感觉上来讲的话 如果能够团结一致 至少来讲他们在DIS应该不会这么容易 就被后面的汉米尔顿跟维萨班过掉 至于结果来讲的话 因为他们使用硬胎 最后在诺里斯身后完赛 我觉得他们这场名次倒是没掉 就这个成绩应该是他们能拿到的最好成绩 但是也许就是 但是我觉得有一问题 就是他们是放长一点黄胎 然后白胎跑的非常非常长 他们都是这 他确实我是不太理解LPN 为什么这么大胆选择一厅 然后白胎 就是没有按那个贝奈利 就是正常预测黄黄红 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这我觉得 就 我觉得应该是这场 麦凯伦他的长距离可能更快一点 就 他们这条赛道比较适合麦凯伦赛球 而且他们没有占据到赛道位置 所以我觉得他们想的应该是少进去 就去接一停 就是我感觉今年的话 大家其实也都能够看出来 就是说之前 比如说去年 就至少上一代这个规则里头 大家都是能一停就一停 因为赛道上面超车 你跟着前面的车 你轮胎就是很容易过热 然后很容易就是全然脏气流 你就损失很多速度 那今年的话我们很明显能看出来 赛车能跟得很近 就是超车还是一定的难度 对吧 我们也不想太多的看到 第二S跟着卡就过去了 所以今年的话 就是你超车还是 还是需要你有很好的一些走位 很好的一些 就是不少的这个车辆的性能优势 但是今年的话 两停甚至三停 都是完完全全有可能的 你真的是有可能去利用 你的轮胎的性能优势 来在赛道上去超越你的对手 对吧 那所以说就 这个话题又回到就是这个硬胎 就是这场比赛里头 就是说用硬胎 CR这套 贝南利的轮胎 就好像大家都是 就虽然好像大家看见了这个性能 好像并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大家都想 哎呀我们能不能试一下 我们能不能试一下 然后我们看见了 其实有非常多的车手使用硬胎 但是靠前面 就类似于真正还不错的 就是诺里斯 蓝蓝奥拼 这是用硬胎还可以的 然后诺里斯是红黄白 对吧 然后蓝蓝奥拼是黄白 好 然后剩下的这些 其实我们看阿罗 然后看这个哈斯这边 用白胎 其实速度都是比较一般 因为这个白胎它衰减 其实还挺多的 就挺神奇 就是说它这个衰减 还不算是特别特别 是不是还是说回来 跟气温有一些关系 对 我看整个厂的过程 可能气温是先上升了1.30分钟 然后逐渐就下降 这个下降幅度达到6度 就是赛道温度 这个其实还是有不少影响的 就有可能比如说 是这个比较硬的轮胎配方 是不是假如它没有上升到 它的工作温度的时候 你就推太猛 容易 我记得韦萨班的工程师 GV也跟他说说 这条轮胎 花两圈 再把它这个轮胎温度 给它慢慢带上去 对 所以反正 轮胎吗 还是我们很多的讨论点 那薛老师你觉得 轮胎作为比赛里头的核心讨论点 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还是觉得 大家所有的精力都在轮胎 而不是在这个赛场上的轮对轮上面 因为现在的规则 你至少要用到两种配方的轮胎 所以怎么去搭配 然后怎么样去制定策略 是整个比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今年确实比往年 我觉得进战次数是在增加 今年的轮胎 没有像之前那么的这种坚挺 所以我觉得 怎么说呢 从比赛的角度来讲 是个好事 因为多一次进战 其实多一分风险 以前比赛都非常好预测 我觉得今年倒是真的出了一些 比较让我们比较意外的一些策略吧 我觉得这对于观赛来讲是个好事 嗯 听不懂觉得呢 多进战 多进战肯定好玩啊 咱有的说呀 然后法拉利也有的玩啊 对吧 那对于铁佛斯们也许不是一件好事啊 就是多进战是多一份这个可以出风险的地方 那很明显这一场比赛就是又是出了一些比较 让大家觉得比较挠头的挠头的问题啊 ok那我觉得我们说完了alpin 沃里豆之后 我们可以提一下中英和博达斯啊 起步的时候就是 就是已经习惯了 就是说比如我们来看左边的排名表 一般会有这种习惯 比如从上找还是从下找 你看说什么韦斯塔坦勒克莱尔一般从上找 然后你说博达斯 或者这话已经开起之后 从下往上找 一般很快就能找到 对吧 说这个 怎么又是排名起步的时候掉了五个位置 就是一看哎哟 周光宇掉了五个位置 波达斯掉了五个位置 然后我赛后去看那个车仔 就是没发生什么特别多的 这次至少是没有进这个防新火anti-style 但是还是起步 然后就感觉别人都在往前走 然后他们就慢游游慢游游的走 这怎么回事 这不是已经升级过了吗 行为了 反正我练习赛看他们练一起步的时候 就是后台打滑时间是比其他的长了 说明他离合控制还是没有 新离合还是要有一定适应阶段吧 然后我其实一直担心这个匈牙利一号弯 其实是一个重杀 然后右拐稍微速度慢一点弯 其实是容易进入anti-store的 好像他们是把anti-store解决了 或者是不是解决了 只是说他们起步足够慢 没有掉入平行的车阵 有可能是这样 对 就是说上次是沙特 他跟李卡多 周冠宇跟李卡多一并排 然后转速掉低了 然后就anti-store了 但是确实 就是我们说周冠宇和博拉斯这两个车手 周冠宇在F2里头 然后博拉斯在之前的煤奔 这起步确实是一直是不打底 但是能够一致的这么差 我觉得可能 是不是确实有点是制车的问题 觉得应该这个车队的应该要占很大的一部分 他们今年起跑能起好的场子实在是太少 不掉个名次都感觉不正常 但他们其实花了这个时间也比较长 那开赛的时候 开季的时候 我记得大家看说 就是大概五战比赛 应该来回到欧洲之后就能解决 但是现在都已经下丘了 感觉好像问题一直都没解决 我觉得这部分车手当然有可能有占一部分 但机械方面可能更是主要问题 我想问一下 他们这块我看的资料还是 他们现在都是只能用一个离合片 对吧 然后是纯电子的 相当于他们车手去找一个结合点 那它是什么 比如说灯灭了之后 它车手本来是按死的 然后应该是松到离合点之后 然后慢慢的往外放 是这样来去操作吗 它分两个拨片和一个拨片 有些车队一个拨片 它就是工程师会给你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是专门让你半连动的 你那个位置你感觉起来之后 就可以松到那个位置 所以你现在相当于是油门和手上的位置相对固定 因为手上是相对难控制 你脚上相对好控制 所以你是脚配合这个手的位置 然后有些是两个拨片 一个是解锁 然后一个就是把这个位置 然后但是确实是有存在 我记得是有存在线性控制 就是说它是需要你一定的展开速度 因为我记得16年之后 是一线已经不让用双离合起步的模式 因为我记得好像赛会给出的理由 就是说这样的话所有人都能够很完美的 相当于那个灯一灭之后 右手一松 然后左手慢慢的松开 其实就行了 然后反正我不知道 各位朋友们 就是大家去试那种带离合拨片的 那个模拟赛车的话 可以去试试 其实非常的难 对吧我已经不止一次在 ARES里头这个起步被后面人追 因为起的太拉垮了 就是阿罗版的起步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说 还是很期待这个阿罗 因为你想出席的时候 80的时候 阿罗没有这辆赛车 基本上是比梅奔慢点 跟哈斯差不多 相当于第四第五的位置 那现在的话就变成了跟 跟什么小牛阿斯顿马丁和威廉姆斯 斗 就感觉很可惜 对于波拉斯跟周冠宇 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很 很不错的一个发挥的一对车手 就是可能有点小的毛病 但是总体来说就是很很稳的 波拉斯上半赛季也都是稳定的拿分 然后周冠宇的话 虽然这个车的稳定性实在是很很很 垃圾但是特别是我们这个 这次看到的他跟米克的这个超车 你们看到了吗 就是他这个导播没给 但是我就赛后能够能够注意到最后一圈 我看那次超车真的很精彩 对就是像米克最后最后一圈是非常的挣扎 然后周冠宇是一直咬在米克的这个屁股后面 近13号弯的时候吧尝试超 然后把米克挤了一个不好的走线 最后一个弯冲线前超车 哇真的是这两个死对头 我感觉是米克他自己轮胎不行了 我后来专门把米克什么的都看了一下 就是我感觉是纯纯米克 就是米克其实那个是可以 可以防得住的是吧 米克在外线 而且那个车头已经位置都对了 但就因为踩油门怕滑 当然了也有他自己着急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是失误加那个轮胎性能确实不够了 他这个轮胎消耗的问题 对对对 感觉就是他这个 反正我看米克他首先就非常非常的保守 那也可能就是你说的就是轮胎轮胎有点有点不行了 我们看米克是 我看舒马赫这是41圈换上的 然后一直跑到69圈的黄胎 所以说是28圈的黄胎确实是已经接近轮胎寿命的尾声了 OK那我觉得我们说完了这些话题点之后 我们可以进入到纵观全局比赛花续 我们来说一说整场比赛里头 整个周末里头有哪些有些数据的点 说说积分 但说这个之前我们来插播一个广告 大家可以在假如在喜马拉雅或者苹果博客平台上面收听的话 麻烦大家给我们来一个五星好评 然后大家可以去follow新明乐的B站 对吧 at赛车新明乐 对 非常的好搜 然后去微博和B站上面去搜索邱超老师 邱老师 大家对吧 就这两个平台吧 对吧 B站还有微博各种各样的新鲜的FE的消息都在这里 都跟跟B站啊 这样我们可以一块在B站上面好好发展一波 到时候 最近最近要去忙 我都没时间 对我看最近新明乐这个小伙伴们都比较冷清 有人说到时候 上次我们开卡银行车那310的视频你有搞吗 因为上次我录的感觉录废了 我没导出来你东西怎么废了 不是我那个录的太低了 我录的太低了 然后结果就看不见前面 就反正那玩意儿必须调 你不能肉眼看 对 我之前那个是滑雪的时候录的 我那个滑雪的那个头盔上面那个座就是粘到了 我放上去之后掰到最上面视角正好 但反正这次这个头盔我还得再调调 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够 下次狂飙就是有眼睛弄小比赛了 咱们录就有意思 看看吧 看看能不能追上 不是 鸟哥们一块玩的话 你得来BOP 我得给你加个10公斤 我已经自带BOP了 你有啥BOP 160已经自带BOP了 那跟我们比 那跟我跟村庄民那绝对算轻的好吧 这个 叫什么 我给你加个10公斤的 然后大家假如想收听我们这个 想直接支持我们的节目的话 可以去爱发店上面搜索方程式漫谈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解锁抢先听版本 就是大家假如特别想 着急听我们吐槽法力吐槽这个战术 或者聊头哥 签阿斯多玛丁这样的重磅新闻对吧 大家可以去爱发店上面 直接支持我们的节目搜索方程式漫谈 这样的话解锁抢先听版本 明天早上就能够收听到 新鲜热乎的比赛回顾 然后大家假如想加我们的群聊的话 屏幕的下方看970292900是我们的QQ群 然后微信群的话可以来私信我 会给大家发我们的进群指引 对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进入到纵观圈局比赛花絮 这个赛季已经过半了 我觉得到时候其实可以搞一个 讲什么技术总结一波2022赛季 你们俩觉得这个赛季跟 跟计前的预期来比是持平还是更精彩 还是更没意思 我觉得从竞争格局来讲 跟赛季开始是差不太多的 但是怎么说呢 比赛前面三战当时 红牛去出的问题比较多 然后接下来是法拉利出的问题比较多 实际上勒克莱尔跟韦斯塔班在场上 直接的轮对轮较量其实并不算太多 这个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遗憾的 现在也80分的差距了 剩下的这几场全面也不是很大 看没有压力之后法力能不能表现好一点 这确实是 西米乐觉得比赛精彩还是不精彩 还行吧 还行吧 精彩在另外一方面 对 在一个有一个恒定的不确定的因素 持续掉在领导的上 这个达摩克利斯之箭 这箭掉多了好像也没劲了是吧 对 就当时看比赛的时候我就说 哎呀勒克莱尔领跑了 完了法拉利的车迷开始担心了 就拍他领跑的时候 右边出现一个勒克莱尔的队伍云 然后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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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种就是 我感觉PTS每次看见勒克莱尔的语音 都怕是要么什么油门卡了 要么引擎炸了 要不涡轮出问题了 要不就是某个战术 换上什么奇怪的白胎了 或者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 哎呀 一下糊涂 反正我感觉这年里头 上半年 前两场上可能是让我们的期望 只有点过于的拉高了 因为巴林和沙特这场场 是我们看到全场里头 勒克莱尔跟韦萨班在那轮对轮 而且是多次尝试超车进攻防守 就感觉哇塞 今年肯定太好看了 然后结果后面就来一个迈阿密和伊莫拉 就 感觉啥都没发生 所以我觉得法拉利和红牛循环就 限定在法拉利换上新动力单元 然后这战不会有问题 然后且前半段 然后因为后半段肯定会有乱七八八问题 所以大家就看新动力单元那场比赛的前半段 就有精彩的比赛 但是就是前半段 你说假如动力单元不出问题的话 那也许是车队的战术部门出问题 那假如车队的战术没问题 车辆性能还快 还不出问题的时候 车手就po to wall 就是永远能期望 就是说大家老吐槽法拉利不行不行 这个叫什么战术不行 或者车辆稳定性不行 但是这两个车手吧 我们到现在回看 其实确实也是稳定性略差 特别是赛恩斯的前半段 我们老能看见他出现在XD里头 然后勒克莱尔·伊摩拉 以及法国战的非常致命的失误 也是他自己说马上他损失了32分 说这个之后再有这样的失误 就不止这个世界冠军 当然80分了 我们来说积分吧 你不觉得有戏吗 我觉得现在好像差的有点多 我甚至觉得梅奔有可能超过法拉利 我其实觉得梅奔其实已经板上定定超过法拉利 把法拉利保持这样下去 就两个 我们来看 梅奔稳定性太可怕了 对现在 我看这个 我这没把这个积分放出来 30分 现在法拉利是领先梅奔30分 维斯塔潘已经没有什么悬念 就关键是他在哪一战加冕世界冠军的问题了 红牛也差不多了 90多分吧 我记得 那个 就剩下就是第二名之中吧 对 车队第二名之中 也真是可惜啊 本来就说大家想着说是 这是三个车队三足鼎立 然后我们继续看这三个大车队斗 因为去年的话 过去两年法拉利一直不在线 然后今年的话又变成了 又变成了这样 后半段格局肯定是三个队能斗 然后美战的后半程 然后变成梅奔和红牛斗 我估计就是这样 不过我们先说回来好像确实是去年的梅奔和红牛斗 好像更好看一点 都是两个非常靠谱的队伍 然后两个非常顶级靠谱的车手在互相的斗 然后今 没有稳定性的因素进来 对 然后今年的话就感觉像是一个 就类似于就是欺负人家的感觉 就是感觉红牛是一个对吧 刚拿完世界冠军 刚拿完车手冠军 然后车队第二 然后非常的稳定 所有东西就是这个机器运行的非常的顺滑 除了年初的两次游泵的问题 但是之后的话就是维斯塔坤 基本不怎么出失误 出失误的话自己也不会掉多少时间 然后对抗法拉利这一团乱 就感觉有点欺负人家的感觉 就是 哎呀好可惜 就是 哎 我觉得到最后的话很有可能就变成了法拉利 又是只能只能做一个第三 哎 你觉得明年有期吗 明年 法拉利 哎 这样明年可能还早了一点 因为明天吧 明天应该很重要的一个投票 嗯 这个技术 技术规则到底会不会改 这个很关键 但我觉得明年应该美奔会完全解决掉他们的含量问题 然后三支车队会更接近 这时候其实就更多比拼团队跟车手的稳定性了 嗯嗯 对 然后像刚才欣明乐说的 今年的话 梅奔真的是稳定的可怕 除了拉塞尔在英国站的这个 壮了 但他其实还可以不退赛 比较这个欣然好去 跑去看脸周冠宇 然后结果回来发现车已经被掉下来了 但除了出此之外 所有的比赛都晚赛了 而且看汉米尔顿 哇 汉米尔顿现在真的是太稳定了 三场第三 然后两场第二 然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的数据点 就是汉米尔的已经拿了六个领响台了 而勒克拉尔只拿了五个 就是在车辆性能如此强大的F1-75里头 拿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领响台的数量 就是汉米尔顿多 就让人唏嘘 然后我们来算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是有一事 就是 牺牲稳定性换兰的性能 不是真的性能 就是任何车 你这个都能牺牲稳定性 来榨取更多性能 但这都不是 都不是真正实际的性能 我觉得法拉利就前期陷入这点了 但这有另外一个 就是反面的一个驳斥的点 就是说因为 今年有一个多余的 就是这个动力单元的冻结 所以说是不是让这个 法拉利不得不选择这么样做 就是类似于 拿稳定性来去换速度 去多少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是他们 他们得一想法 就是先得把性能给追上来 其实他们今年现在的动力单元 我感觉应该比本田要稍微好一些 已经是完全追上了 这个可靠性问题的话 你像去年没奔在争贯的时候 他们可以通过调高功率 然后牺牲这个动力单元稳定性 我就多罚一点位置 那也OK 其实这个我觉得到应该还好 关键来讲就是整个车队上下出的问题太多了 就感觉上多年没有争贯之后 他们全队参加没有做好争夺世界冠军的准备 那上一次他们去尝试争贯还是2018年 2018年也是出的 哇各种各样的 又是车手又是车队 就再上一次 就真正去争世界冠军啥时候 12年 对吧 12年是争到了最后 确实是 12年 但这个人也是换了一波了 我记得F1 法拉利他们现在的战术部门的主管是15年到现在 我记得好像没换过 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 但是老实说法拉利可能得从头到尾 大换血一波 但是大家老说这是换一个比诺托就能行的吗 或者换一个战术就能行的 你们觉得呢 就跟他摇了摇头 他相当于是一个国企吧 我觉得一个国企 你想改变 不是换一个人就能改的 不太可能 是不是也跟他们更多喜欢 招意大利人有点意思 不要太多的这个 整个那个菲亚特集团就相当于控制了这个 控制了意大利这个主要工业吧 所以就是相当于他们真的就是跟国家一样 然后很多事就是推进也不是那么好推进的 各种利益关系 嗯 其实法拉利那个他们是就是怎么说呢 是更偏好于招意大利人是吗 行不行了 我这个内部我不清楚 我 那就是感觉他们好多好多意大利人 他们和小牛其实也是啊 就是感觉不管是工程师啊 还是车队里头的这些很多的人 都是大批大批的意大利人 不是说意大利不好 不是种族歧视 但是的话就是呃 呃 叫什么这个多样性感觉还是稍微差点 而且还有一个其实就是这个工程师 就是我们看我们老说啊 啊 麦克斯跟跟上皮尔雷贝亚西 然后这个汉米尔登跟跟邦尔对吧 如此这个 Iconic Duel 就大家都哇太景点 这两个人配合特别的好 感觉车手特别信任工程师 然后当需要做出来很很绝的操作的时候 工程师也是十分的信任车手 然后我感觉法拉利这边 这个勒克拉尔还有三斯这两个车手 对他们的工程师就感觉 嗯 感觉稍微差点意思 可能是有没有可能是跟英语 不是他们的母语有关系 你们觉得呢 就是感觉啊 We are checking或者什么之类的 他们的工程师 Zevy啊就是 你感觉拿英语可能表示的 没有那么的那么的好去阐述 阐述自己的意思 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内部用什么 但是我觉得意大利人 我见过意大利人 确实比较抱团 比较爱说意大利语啊 他们确实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他们可能更希望自己的车手 是代表了意大利 可能 极尔维纳兹的更合作 可能更愉快 可能 但这个都是咱们外部猜测 我确实也不太知道里面什么样 但反正就是 争冠的话 我们来算一下 80分的话 意味着就算 接下来勒克莱尔 他说的 我们不是没有可能 接下来所有比赛都赢 对吧 那接下来九场比赛 假如勒克莱尔全部拿下 包括所有的冲刺赛 所有的最快选 全部包了 维斯大门只要每场 以第二名完赛 最后勒克莱尔还是会 一分输掉世界冠军 那我们来猜测 维斯大门会不会每次 只能拿到第二的 我觉得这个好像概率 不是特别的大 对吧 我觉得怎么知道都能 捞个一两个冠军 但这样的话勒克莱尔 就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 然后还有一个好玩的甜 就是米克 矫田 争冠于斯多伯尔 阿尔本 拉提菲 以及霍肯伯格 从这场比赛之后 是从数学上 不可能去竞争世界冠军了 当然的话 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太去 期望霍肯伯格 能够去竞争世界冠军 所以又是一个到年终了 我们能够开始说 这场比赛之后 谁谁谁 没有争冠的希望了 数学上 OK 那我们说完了这些 我们是不是可以提一下 马丁的尾翼 我看看有人在问 你们有看吗 阿斯顿马丁的尾翼 我特别看了一下 我还特别追看了一下规则 对 20毫米的最小曲率 对 20毫米最小曲率 他一他就是设计规则 他觉得所有人都是下班 然后没有端板下班 他没有想到 会有人先上完 然后卷个20毫米的半径再下来 他没有想到这个 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扶手般的端板 然后端板不是尖的 就符合了那个20毫米的规定 特别像那个搭子那个椅子 像你说的 像一个扶手 这个就是尾翼的皇族 知道吧 龙椅坐的 但我其实觉得 这个他们定规则的时候 应该想到了 怕这块车队们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 有一句 就是那条那个是3.10.5里头 就是说尾翼的那个叫 rear wing tips 说了一句叫什么呢 就是rear wing tips 就是这一段 是仅能用于圆滑的 将一片和边上的下端板 来去进行连接 假如不是纯干这个的话 我们就是什么 就是忘了具体的圆滑是怎么了 反正就是说你只能去干这个 但很明显这次阿斯特马丁 他干的不是这个 他是干嘛呢 给大家来稍微解释一下 相当于 近年大家能注意到 近年的FE赛车的尾翼 变成了一个很圆滑的 跟边上端板的连接 那之前的话是有一个立起来的端板 那这就跟飞机上面这个 一艘小艺是一样 类似于是 因为尾翼它的上面是高压区 下面低压区 那边上很容易产生大的涡流 就是相当于高压区的气流想挤下来 那边上卡给它顶一个板子 然后一定程度上去阻挡 上面的气流往下流 那今年没有了 就不允许这么干了之后 那车队肯定是想去来找回来 这个能够阻挡气流往下流 产生涡流的这个方式 那这次阿斯特马丁就 就搞了一个呗 就是 对那个大原则规定上 希望走一个大的涡流 然后这个大的涡流 会把这个气流整个往后面上面甩 就符合了这个容易跟车的这个愿望 但是现在就是这么一挡 就没有如这个2022规则的愿望了 对啊 所以邱老师呢 我觉得有可能接下来会有一些小的修改 因为这实际上跟他想要的那个效果 其实就背道而驰 相当于就是又回到了以前的那种 唯一的那种端板的这个作用了 所以我 我觉得可能接下来可能会有小修改 但他们这个是完全符合规定的 他们在做完这个尾翼之后 还特别去找FIV去问一下 这个到底是不是合规 他们问了是吗 好吧 那就是确实好像没什么问题了 是问了对 我特别想看FIV的reaction 他的那个表情是什么 但我想就是罗斯布朗他肯定能想到就是说 他毕竟作为当时作为工程师 作为技术总监 肯定知道这帮工程师们肯定是 各种小细节都要钻这种漏洞 对吧 那假不钻漏洞就不是FIV工程师了 我看这原文是叫什么 The rear wing tip must be used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allowing the rear wing profile to be blend into the rear wing end plate body smoothly and without deliberate attempt to create discontinuities 就是他是说不能去 叫什么故意去制造这个非连续性 所以我是挺好奇 他们马丁他们是怎么跟FIV说的 就类似于当时那个 就Brabham的那个风扇车一样 就说我们这个风扇是用来制冷 不是用于气动 不是用于气动 关键是这个话就没有约束力 因为它是不是一个强制强制强制 代数字的命令 所以是一个定性的规则是吧 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而不是需要定量 他就说我是为了稳定 因为之前确实 尾翼有这个晃动的就是你看 能看见晃动 他觉得我这个就是一个固定方式 但这个尾翼也不是说一个完美的 那这个是增加阻力的 他这个头是这个严重增加阻力的 大平头 而且应该是不是会产生一些大的窝流 像刚才邱老师说的 就是相当于 因为今年这尾翼上是严禁禁止开动的 这是一个算是定量的 动的数量必须为零 那所以说去年他们会开一些槽啊 什么之类的 来产生一些反向的窝流 来把这个主要的窝流的去抵消掉 那今年他 马丁这个相当于是 为了满足规则硬凑出来的一个形状 理论上估计 就是说阻力上来说 应该还是不小 只是说他能够减少一些上下气流的混合吧 OK 我们说完了阿斯顿马丁的尾翼 我们可以来进入下面的周末亮点了 我们来说一说整个周末匈牙利大场赛里头有什么亮点呢 我觉得这周来讲天气让大家对于这场比赛的准备 我觉得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吧 我们过往在匈牙利来到这里的话 这都是高温的比赛 大家准备的这个比赛的方案跟这周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要是真正雨战那也就那就罢了 大家都用雨台 但这是一个非常凉爽的天气之下 所以整个周末的这个准备就不太一样 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 也可以说在这周末带给了很多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策略吧 也可能这是就是客观上造成在正赛当中 会有一些这种策略的一些混乱的一个出现 我们看到了这个最后巴黎这样的非常令人晕厥的一些操作 因为这也都是有原因的 如果是高温之下 我觉得大家基本选择都是一致的 那这个来讲我觉得这样这一周的比赛可以说比较精彩吧 我觉得 对有很多很多这个战术上的不确定性 那我觉得这个很让我惊喜的一个点 或者说这个周末的亮点就是煤奔的速度 就是我们是真的从赛季初看到煤奔 虽然第一场比赛就来了个领奖台 但是我们很明显能看见有非常大的速度之差 经常里头排位能够差个点7.8 正在一圈能差一秒钟 跟韦斯塔坂前面的人比 然后逐渐的对吧 从西班牙站开始带来升级 然后之后的银石 然后在这个法国站升级 然后到最后奥地利以及这场匈牙利 我们发现煤奔的速度是真的上来了 而且这是还是没有在这个柔性敌版 这个TD039这个规则生效之前 对吧本来应该是在法国站 对吧我记得好像是在法国站 原来生效 然后现在给推到了比利时战 也都是下球回来之后的第一场 那这真的是我们看到了 没奔回来了 真的是有可能在赛道上面 看见汉米尔顿跟拉萨尔两位 非常优秀的车手 能够去跟前面的牛马来去斗一斗了 看看能不能够斗出来个什么样精彩的点 然后其实就是拉萨尔的这个甘位 你们当时有猜到吗 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说 这什么东西 我当时就说三次不错 又有一个甘位 结果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 他们在这周是跟以前调教不一样 我们上周还说那就是没奔 今年基本上他们都是完全正赛的调教 但他们这周的话是完全去拼牌卫赛的 在拉萨尔学赛后他自己也有说 我们这周正赛的速度 不会像以前来的那么的出色 他们去拼这个排位赛 而马利跟红牛还是比较常规的那种 偏向正赛的调教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低温低抓的条件之下 他们就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 当然也就是他们非常持续升级的 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底子 但就比较可惜就是汉米尔顿 当时遇到了DRS的问题 不然真的他们有机会能够冲击一下头牌 甚至在正赛利用团队优势去拿到分冠冠军 对 那个汉米尔顿那个正赛结束的时候也说 哎呀要是没DRS 然后没说后门话 也就是说汉米尔顿想说 没DRS老子有可能是冠军 我觉得其实很有可能 专门听了TR里 对我觉得是很有可能 就是因为我们看过去的机场里头 说汉米尔顿 我们在年初的时候说 拉萨尔这么快 然后说汉米尔顿是不是老了 人家一直在用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调教 然后一步用这些奇怪的调教 发现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头 全部比拉萨尔快 而且正赛里头好像发挥 就是正赛速度也是非常的猛 然后这场里头的话 就是我们其实看一连二连 然后一开始前面Q1Q2的时候 也是感觉汉米尔顿匈牙利赛道 这是汉米尔顿最优秀的赛道之一 而且我们能看到他其实比拉萨尔要快的 那最后拉萨尔也是非常棒的一圈 但是我真的确实是觉得 这个汉米尔顿假如没有这个D2S问题的话 真的很有可能甘位 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赛季的首胜 也是就是有点可惜 我看到长距离速 他跟法拉利只差0.2到0.3之间 反正已经很快了 跟快的时候的法拉利差 这场里头确实是 对 OK 咱们还能想到有什么亮点吗 然后我觉得拉萨尔其实是排队赛第一 是开的完美 其实塞恩斯是稍微有点失误的 塞恩斯要不失误应该是比拉萨尔快一点 你觉得他在哪块失误呢 我有点我没看 最后他的单圈 我忘了哪个圈 反正是有一点转向不足 有两个修正 排队赛的时候 就是拉萨尔那个 他不是塞恩斯要有几个要切到那个外侧水泥路上面 那个轮正好 拉萨尔这几个切水泥路 这个几个出赛道瞬间都是完美切 所以就是正好碰一块了 所以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吧 对我记得 但是说不拉萨尔开的是真稳 对因为我记得罗斯伯格之前分析这个赛道 就是说这个比如说5号弯 然后这个12吧 就是你的出弯的时候 一定要左前轮压到这个水泥路肩上面 小小的一条 因为说那儿的抓地力是最好的 比这位白线 比这个里头的力清还要好 对吧 所以说你必须压到那一条 但不能压多了 压多了出去之后 然后你就容易spin 或者丢速度 所以说那确实是相当于 你必须得推到完美到那一块 也确实是不容易 拉萨尔 我觉得 今年其实没有太多人去怀疑他的速度 他确实是非常 一是快 二是稳定 我真觉得梅奔这两位车手 是最棒的组合之一吧 我觉得红牛也许差不多 佩大师 佩特斯 我们要不是说 你们还有亮点吗 我的亮点是麦凯伦稳定提升 麦凯伦自从升级了底板之后 我看他工程师说提高了底板 产生线压力的效率之后 还真是明显提升 我记得赛季出的经常垫底 也就是照第二三的队伍 但是现在一下就是能到积分区了 麦凯伦的研发能力确实就还不错 然后这个法拉利阵营 好像就没有太多这方面的动脑子的升级 反正就跟着法拉利一起陈佛 起来就起 陈就陈了 这是为什么 麦凯伦是法国的那次升级非常重要 他们相比于奥品来讲的话 夏丽会他那车阻力会大一些 那其实在季中的调整之后 他们现在整个下压力是提升了 他们赛季出是阻力又大 然后下压力又小 就让他们 就在80我记得非常明显 那直接就完全垫底了 对啊 然后通过这些提升之后 他们的整个下压力能提升 但是尾速当然奔驰引擎 今年其实不太行 所以他们尾速还是差一点 胎号相对差一点 但这条赛道是比较适合他们的 对因为我记得这次匈安利的排位赛里头的尾速 威廉姆斯是非常震惊的321 当然尾速不代表所有 但是威廉姆斯是特别特别的快 然后其他大家都是312310左右 然后麦凯伦是倒数第三 309k的尾速 所以 但这确实是我们能看到挺多的希望 这个诺里斯很棒的一个排位 诺里斯排位是多少 是第四名的排位起跑 相比于在巴林战的时候 我们看麦凯伦怎么变倒数了 对吧 然后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回归 然后李卡多其实排位比较 又是比较惨淡 他比队友慢了0.6秒 而且是在这么短的一条赛道上面 你们觉得他明天还有戏吗 我感觉麦凯伦这边有好多好多的动作 我觉得李卡多单圈跟长距离 基本上都被队友玩爆吧 这从加盟来到来到麦凯伦很少有比赛 他能比诺里斯快的 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自身状态下滑确实比较明显 也就是去年的蒙扎了 是吧 对 能比他快的真的不多 那你们觉得明年 可以考虑 可能车队会考虑换人 但是因为还有合同在 对 我觉得就是这个点 就是相关于 假如没有合同的话 那也许估计就已经踢了 但是 而且我听这个是Sky还是哪 是Joe Saver的吧 有一个内部的消息就是说 有这个跳脱条款 就是能够去终结2023年 但是仅是李卡托对车队的性能不满的话 能够进行跳脱 所以说车队没有能够说 李卡托你开的不好 让你走人的这个跳脱语句 所以这我觉得特别的尴尬 相当于他们得 假如不想让李卡托开的话 得一是买断李卡托的合约 二是得再找个人来 但再找个人来 还不一定能保证比李卡托还好 所以说就 我感觉麦凯伦这边 真的是非常的尴尬的一堆事 然后我们是不是亮点说的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进入到周末槽点了 周末槽点其实 有啥不是 乏力 我觉得我们就乏力点到为止 就塌了 就说太多了 还有什么槽点 咱们再来想想 还有什么槽点 LK内斗 这个我觉得 刚才是不是之前也提过 对 我们也说 你们觉得会不会LK内斗 直接让头哥第二天一拍 妈的老子不跟你玩了 老子就换了 是不是直接吹个了今天的转回消息 就本身还有后面说的 对不对 我觉得可以反过来说 有可能他们其实早就知道 阿龙索要走 所以奥康一点情面都不能给 有道理 也有可能 当然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就是假如是这么想 就是说 昨天头哥开得非常不爽 然后一拍一拍大腿说走人了 我觉得这个画面感非常的强 我就情愿想肯定是这样的 但是确实是 头哥跟奥康 但必须得说 就是头哥跟队友斗的情况 其实不是特别多 因为一般情况下都是头哥碾压队友 要不就是跟巴顿 然后在一辆特别烂的车里头 也没啥可斗的情况 对吧 然后要不就是07年跟汉米尔顿 但是奥康好像他每一次 每一个队友他都是斗的你死我活的 不管是跟当时佩雷兹 还是现在跟头哥 跟李卡多他好像开不过 所以说好像斗不起来 反正就是 能不能找到一些共性 就是奥康好像跟所有的队友都要斗一斗 我估计奥康当时那心里就是 你养的小狮子要当狮王了 我要占地盘了 叫我defend like a lion 然后果真就是 对别的人不问不问 对头哥自己的队友重拳出击 确实是个是个槽点 我觉得那我们还可以 他这个党的时候他要开的好也行 当时正好开的菜错过了那个左边的关心 正好慢了 你要快也行 就大家一起能往前走 对 这主要是主要的槽点 对 你给人家来了一个致命一击 你要是快还好 那确实是 不快的话那真的是槽点 就是你要快的话 你这个你开成什么样其实都行 你能拿冠军的话 对吧人品不行就罢了 但是我不是在这说是他人品不好 那就是说这个 我们说一个车手他再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速度还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除了这个槽点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大概提一嘴阿弗罗密欧 哎呀这个车 大家都说复升级复升级 但是确实是 法拉利阵营这两个阿罗 然后以及哈斯 都不是特别的特别的理想 就是阿罗 之前周万语我记得说过 他说那个我们寄出的时候 我们当时车重控制的很好 所以我们竞争力会比较强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西班牙 西班牙波塔斯练场比赛 跑得太好了 两比赛甚至都有机会去争取领奖台 跟奥康相比是完全碾压的一个局面 当时我还想阿罗要是这么保持下去 周冠宇其实有机会能够很多比赛都能拿分的 而且他们能够有好的表现 后面随着大家好像慢慢的把车重都控制下来之后 阿罗其实没有太多实际上的升级 所以就我觉得也不能算负升级 就被对手追上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对吧 大家都在往前升级的时候 然后就说哈斯这个升级 我们看好像就是测枪动了挺多 变成跟法拉利挺像的 但是好像最后从速度上来看 没有太多本质性的提升 马格努森撞了我觉得不好看出来 也对也有道理 其实有可能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然后反正我们看下车之后 看看这些车队能够 而且他好像只升级侧箱 但是底板什么入口 还是他自己的 相对仿零行 对他这个底板边上的一个裙边 其实也是很基本 我们看跟法拉利 包括什么红牛 很小应该说 对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 你看眉奔或者红牛 什么花里胡哨的 对吧 然后红牛后面还有一个 那个溜 叫什么 Iskate溜冰鞋 就是把那个floor edge wing 下面的那个连接点 放到这个底板的下面 然后大家猜有可能是这个 来去控制他的弹跳 反正就是看有些这种 底板阿罗或者哈斯的底板 就感觉特别的 就一看就没多少钱 这个底板 然后看别人 没用心 估计是 我觉得更多的是没钱 或者没精力去搞这个吧 然后你看那些大车的就是 哇 花里胡哨的事弯一下 那拐一下 就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形状 就不一定性能好 但反正就是看起来 就好像挺厉害的样子 OK 我觉得我们槽点说完了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周末的周末搞笑 你们有想到什么搞笑的点吗 我记得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 在Sky在赛后采访霍娜 说你们觉得现在你们这么多的积分领先 你感觉这个冠军赛是被法拉利拱手送的吗 霍娜 我们现在在直播吗 然后就感觉他这个 就是想说但不是特别能直接的公开去嘲讽对手 对 霍娜和韦萨班这个采访里都说了 正赛其实目标是接近领奖台 就是意味着他可能第三他都觉得 都是有点奢望 没想到拿个第一 而且是在打了转的情况下还得了第一 我没有提一下韦萨班打转 我们刚才没说 就是在第几圈我点忘了 反正是在第13号班出来的时候 反正他去追击 刚把勒克莱尔抄了 转了一圈 听说你换了白胎 我要亲自看一看 你还真换了白胎 然后接着把你抄了过去 这个我们之前就说过 之前我问过行命了 就是说这个打转这个 然后就是什么 勒克莱尔和韦萨班这两个人 我们看过他们俩打转 但经常就是他们俩打了转之后 车头还能指向该指的位置 然后韦萨班打转之后 他就丢了一个位置 然后两圈之后就把他抄回来了 就说稳定性真的是 就算失误 五六秒吧 对 而且他打转的时候 他没有把刹车踩死 他特别熟练 就是打转都不让轮胎报废 你看这轮胎照该追照样追 这个也是很厉害 我当时看一圈白眼以为他轮胎要废了 对 维斯塔班这确实是 他一六年代巴西转一圈 那一圈的时候 有两下子 然后发现真的是 这些年维斯塔班转圈是不少 但是该拿冠军拿冠军 这反正挺好玩的 我觉得 我们看哈密尔顿挺少在正在转圈圈的 或者任何情况下都很少看见 哈密尔顿转圈 但是维斯塔班可能是另外一个方式吧 可能推的比较极限一些 但是他能救回来 所以 而且他这个 这个不是说引擎什么fail 20 这都出现了 然后没什么影响 这个红牛解决问题能力还是强 这个虽然排位赛 遇到了这个没有动力情况 但是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法拉里 真的不太能比得上的 提嘴他那个尾斯塔班打转是什么 他当时这个车都让他改了一个离合器设定 然后离合器还是差速器有点忘了 应该是差速器 然后反正就是说 他的油门的响应东西 Mapping可能有一点 就是可能不是他预料到的东西 所以说一踩油门踩多了 然后也可能spin了 有可能是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找借口 但是最后没什么影响 还有什么搞笑的呢 我看看啊 赛后那休息室特别搞笑 怎么讲 那三个人看到法拉里换硬胎之后 那段对话非常的有意思 他们都很难以置信之后 法拉里换了硬胎 因为红牛他们最初是想给 两位球手用硬胎起步的 但是他们出场圈 发现这转胎都很难升温 所以就果断就放弃了 没奔是亚哥就没考虑要想要换硬胎 所以他们也没想到法拉里 在比赛当中会去换硬胎 对反正那三个人就是 还没有人就说 Far your heart 然后那两个人 Yeah 就一脸笑 就是有点难以置信 就说这么凉的气温 居然有硬胎 好吧 就怪不得在后面 就是又想 特别像这个 当然伊摩拉那三个人 在休息室里头 在那看着了 在那转圈就 转了 这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搞笑 在休息室里头来嘲讽法拉里的 各种各样的 哎 难题啊 我们这么搞笑说的 你说法拉里这个到底看没看 赛道温度 就是28到22度 这个降了6度 这个我觉得挺严重的呀 这个他到底关没关注这些事呢 但我觉得就是说 就是可能 像从刘耀在直播时候说的 就是他起其实可能 拿黄胎起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点 就是你要不黄胎起的话 你就就是一开始就瞄准了 两个黄胎多跑一点 最后换红胎 那假如你黄胎起 但你又没有太去专注保胎 你最后的话 就是一个很尴尬的 因为你必须得至少有两种配方 对吧 那所以说你已经跑了两个黄胎 你不可能再跑一个黄胎 你也没有新的了 所以说 你就要不换红 要不换白 那红换软胎 跑不完 那就只能换白 就有点把自己框进去的那种感觉 邱儿觉得呢 是起步相当于就有问题吗 在那个时间点 想要去强行去回应的时候 你只能去换白胎 我也不管之后怎么样了 我先把位置站住了 再说 他们想的当然应该就是这样 实际上就完全不应该去跟着维斯塔班走 留着轮胎 因为你的那套中性胎 当时的速度其实还是很好的 23 23左右吧 23low 23左右 非常好 那个才跑了18圈 他第一个sting跑21圈 勒克拉尔说我们第一个sting 那个近战窗口是对的 那后面的第二个sting 他们跑的太短了 哈密尔顿那个sting 能跑32圈 假如他也跑32圈的话 那剩下应该10多圈的软胎 我觉得至少拿个第二是没有问题的 我不确定最后能不能翻掉维斯塔班 但是我觉得拿个第二是没有问题的 对因为法拉利在软胎或者说中性胎上 竞争力其实非常强 而且你看勒克拉尔他其实21圈才进的 是第一次近战换黄胎 其实是比哈密尔顿晚了两圈了 所以说像你刚才说的 类似于哈密尔顿的战术 其实勒克拉尔保第二有可能就整个第一 对吧 因为我们看维斯塔班在黄胎或者红胎 其实就是跟勒克拉尔差不多持平 所以说真的好可惜 我们在赛季前 不是赛季前 就是说这场开始之前 我们就说匈牙利这个赛道特性 对吧全都是中速弯低速弯 很需要看你的赛道这个车辆的 出弯的抓地力的traction 然后需要高下压力 那法力完美的赛道 这边就一二带回 结果发现就来了个热 就热 哎 无力吐槽 他中性胎其实是完美的 中性胎真的是最快的 我对比了一下 对啊就这么快的 对 然后白胎直接落回到了第二阵营的水平 就落到阿隆索那个水平 甚至几圈之后失温了之后 还步入阿隆索 对他勒克拉尔他患上白胎了之后 他就新的白胎也就比哈米尔的快个点五左右都不到 然后之后的话就这个轮胎衰减了之后 就速度就更慢了 所以说就真的是很得不偿失 你相当于换一个新的轮胎 近战损失这十九秒二十秒 然后结果结果就相当于 落了一个这样的结果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搞笑 说完了我们来说未来展望 我们可以提一下 阿隆索签约阿斯顿马进 这让我们很多人都有点摸不着头脑 有点措手不及 就类似于拉茨尔的干位一样 就是啊 什么东西 我错过了什么东西吗 那我们来说这个之前 我们来再插播一条广告 大家假如在喜马拉雅 或者苹果博客平台上面收听的话 麻烦大家给我们来一个五星好评 这样的话会对我们的节目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大家去 去follow赛德星明乐 去关注一下频道 然后看看他什么时候更的 我们去现场催更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在微博和B站上面 来去找到邱超老师的频道 然后各种各样的F1最新的新闻 都能够去找到 然后大家假如想直接支持我们的节目的话 可以去爱发店上面去搜索方程师漫谈 这样的话能够去解锁抢先听版本 明天早上就能够听到新鲜热乎的比赛回顾 然后想家群的话 屏幕的下方 QQ群970292900 还有微信群的话都能够去找到 那我们来说 很多人都在期待我们来说的 阿斯特马丁签约阿哈龙索 你们震惊吗 还好 还好 邱老师呢 那我 我觉得没想到这么快吧 我以为可能得下修之后他们才定 所以我觉得这时间点我还是蛮震惊的 就今天就官宣了 就换的人来讲 我觉得合理 就是相当于维特尔跟阿龙索是同一类型的车手 就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 能够帮助车队研发的这样的一个类型 那维特尔自己想要离开 那我找一个同样类型的阿龙索 这是OK的 我觉得或许他们双方之间可能很早就开始谈了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看到有一些就是关于 L品的领队不太想要续约阿龙索的一些消息 其实应该传了得有一两个月了吧 我感觉 我记得从 有可能是其实比较早的时间就开始谈 对 我记得从去年的年末就有这个说 阿斯多玛丁想去谈阿龙索 有这个小道消息 那现在看起来好像也许是真的 就是这边真的是想去接近 行不行 对 几个月前确实有消息说有这机会 但是这个主要震惊在于它是一个连锁反应 先是维特尔先退了 然后再到这个才能促成这个这么快把这个事修定 我觉得 然后还有再加上可能昨天奥康 把头哥气坏了是吧 对 就 我觉得是好事啊 比戴奥品好多了 我觉得 你们觉得呢 奥品当初他们21年的时候就换 以这样的名字进来的时候 我当时是想让阿龙索来帮他们重新推这个品牌的 所以我其实一度认为阿龙索应该会在这支车队 结束他的FE生涯 没有想到他还会走 所以也许是今年 今年就是非常一系列的一些人事变动 就从去年开始吧 做了很多的这些人事变动 可能这些都是一些原因吧 嗯 我这看Andre Benson的一个报道 就一个内部的消息 就是说 阿斯托马丁其实本来是乐意给维特尔续签的 但是最后是维特尔自己将来选择决定退役 我感觉他确实也是 感觉一直在塞到后面跑 然后没啥亮点 状态也一般 状态就感觉就是稳定性不强吧 就是时好时坏 然后去年看他就是两个领奖台 虽然一个被有加少的给弄走了 但是去年确实高光时期其实很棒 阿萨拜扬和匈牙利很棒的发挥 但是也有很糟糕的发挥 我们看他也有这种在巴林站的失误把奥康给追了 然后什么在匈牙利啊 因是自己转圈啊这种就是 有点有点不稳吧 但所以说我觉得对维特尔这里 其实已经功成名就的车手 我感觉对 毕竟四次世界冠军呢 其实也不太需要证明自己什么了 你们觉得呢 对你从他生活也能看出来 他其实心思上 已经在很多乱七八糟其他方面了 他其实已经 就是不在乎多挣一些钱和名誉 他已经就是享受生活的人生状态了 所以已经无所谓了 对于他来说一点遗憾都没有 我觉得 对 维特尔的推移 对 我觉得他其实来讲可能希望 因为马丁之前有一个所谓的五年计划 想要能够很快呢 回到整个竞争的行列里面 但这支车队我觉得他可能没有看到希望 就这两年 尤其在去年的时候 我说阿森马丁 说维特尔的嘛 维特尔那个他 对 这支车队他觉得没有这个未来 就去年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看过一个报道就是 在说这个阿森马丁对内里面 他们的老板 劳伦斯索尔非常强势 就怎么说呢 各种插手各种事物吧 就搞得大家都很跃身在了 当时我没想这事还真的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现在这个队内 老板过于强势 然后自己这两年可能路子没有完全走队 然后这个竞争力也很一般 还是看不到车队的未来 所以选择这时候推移 就说这个车队老板 我觉得这个榜样是比如扎克布朗 对吧 他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在于拉赞助商 在于挑人 拉赞助商去了 然后把这个Android SIDLE 之前保时捷的车队精力拉过来 很好的几年的上升 今年虽然开局不是很顺 然后也能慢慢回来 你说这个劳伦斯斯托罗尔 这个很强势的老板配上阿隆索 我们是不是能够起来点烟花出来 这两个人 他就是想找这样类型的车手 我觉得也有可能 就因为性格可能会比较接近一点 而且我觉得阿隆马丁老板 应该今年也吃了这个教训 我觉得他解释会做改变 他这个商人 随机应变能力很强 他能顺速找到自己的问题 知道自己不适合强势的领导证 对 我感觉罗伦斯斯托罗尔 这个很成功的商人 就非常非常多 但是可能就是说真正去 之前他是做服装品牌对吧 还有他那个车辆的 一个收藏车辆的一个公司 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说真正去接手一个赛车团队 其实他没有太多的经验 就是他还是依赖于他的手下 就是专门做这方面的人 来去进行操作的 所以确实我就像你们说 就是太强势的老板 然后这插一手那插一手 说你们这该这么做 那该这么做 这个叫什么扶手 扶手班的尾翼不行 或者怎么着的 对吧 我觉得倒不至于这么夸张 但就是能够想到 我觉得我们也能够想到一些 生活中的可能的例子 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官大 然后说觉得你们应该这么做 而不是真正让能人 就是说有能力的人 去在他们合适的位置上 去发挥他们的能力 我觉得算是一个新的点 不知道头哥会不会继续 他自己的选对鬼才的历史 实物啊 那个历史来说确实 你头哥都到多少队了 什么米纳尔迪 什么麦凯伦 法阿利 雷诺 来回反复横跳 这叫 我们就是说 今年好不容易看LP 其实好像挺有上升的希望的 那就是看 按头哥这个之前的历史来说 那是不是LP 又要进入到黑暗的一段一段时间了 但这号的话 至少稳定性差 比那个阿森玛丁差 我觉得跳是对的 其实他们今年 我觉得跟法阿利有点像 因为雷诺引擎 我们知道之前都差的挺多的 他们今年就希望把性能提升上来 他们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车辆的可靠性问题 我觉得跟真冠的法阿利 其实那个机团是有些相似的 但他们现在 我觉得在中央集团他们 因为有两位车手 都能有不错的得分 麦凯伦主要 我觉得还是输在李卡多身上 对 我觉得确实是 因为假如是两个诺里斯的话 我觉得现在的话 这个麦凯伦应该能够在L-PIN之上 我觉得这个分应该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 确实也挺可惜的 但这就说到了 这个阿森索走了 是不是皮亚斯特里应该 是不是就稳了 我觉得挺难想象 L-PIN还有可能去选别的 没有悬念了 对没有悬念 皮亚斯特里不会之前默默牵了其他人吧 就反而 应该不至于吧 那么就尴尬了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我觉得这个 之前的传闻内部的消息是说 假如明年 L-PIN这边还是不能给皮亚斯特里找到西威的话 皮亚斯特里就要走人了 这不是 反正投革走 所以就正好 我估计就是 就类似于之前几年 比如说 还是维特尔退 对吧 20年维特尔退 然后触发了三四 然后触发了一堆一堆一堆的事 反正是连锁反应 那这一次的话 就是又是维特尔退 触发了阿隆索去阿斯顿马顶 然后我猜下一个就应该是官司员皮亚斯特里了 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那今天的话 是不是咱们聊的就差不多到这了 欣明乐时间也是 控制的还 就稍微超了五分钟 但反正的话 今天的话 我们的播客的正式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之后的话 我们有时间可以 去老师看看有没有空 然后我们来短暂的一个Q&A 跟大家来聊一聊一些其他的问题 差不多 那我先撤了 OKOK 拜拜 感谢 辛苦辛苦 拜拜 拜拜